位于百德中学的本地首间绿色教室 娇儿智能中心今天开幕 学校致力发展环境与环保科学 鼓励使用绿色能源和资源载循环 中心的桌椅都是由载循环的木板和旧渔网制成的 环境级水源部长马山高主持开幕仪式的时候 就强调了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他也谈到政府分阶段征收排碳税 是为了让企业能有足够的时间适应 并做出相应调整